除了蛋黃危機 要求責便便的通之外 還要來關注了吃海鮮 其照樣可以吃得開心 又經濟實惠 因為現在有業者主打了 活龍蝦一隻只要六百八 還有吃到飽的餐廳 提供超過兩百種選擇 但最低消費根本不到七百元 也有連鎖火鍋店業者 寄出了三月份 你特定的日期 指定日期 來到店用餐 加碼給你天使紅蝦 吃到飽 一隻隻阿甘廷天使紅蝦 不手軟全入鍋 連鎖火鍋業者鎖定愛吃蝦的民眾 推出一口架吃到飽 就連原有的海鮮也沒少 比目魚切塊 九孔豹草蝦 一字排開 任你夾 還有生魚片手卷 應有盡有 活動期間不加價 全台青葉火鍋同步推出 最低四百元有兆 我們在三月份推出 就是要吃蝦的活動 來自阿甘廷深海的天使紅蝦 我們將會做成各式的美味料理 除了三月高檔天使紅蝦吃到飽 四月連假期間 還有海鮪魚飆料理 讓老饕吃個夠 海鮮控同樣不能錯過的 還有這家自助餐 滿滿大螃蟹開蓋任你夾 同樣主打各類海鮮的汗來海港 當中天母店標榜 貶蟹 蓄蟹 白蝦 帶殼海鮮等 還有鮮切生魚片 超過兩百種海鮮吃到飽 依據時段最低七百元有找 如果鎖定高檔 這裡吃不怕上荷包 新鮮活龍蝦一刀切下 放上特製板條 淋漿後清蒸 或是來個萬里蟹 果粉油炸 爆香快炒 兩道料理各自都不用花到 一張小朋友 龍蝦的價格小隻的大概是賣六百八而已 然後在台北市來講說 六百八這個價格可能比較難吃到 可能都要一千出頭或者是更高 我們的花蟹是賣九百八 可是你在外面的話 它可能是以一斤多少的重量去測 那我們一樣的大小的話 它可能也要一千出頭才吃得到 看看店內水族箱新鮮看得到龍虎斑兩吃三百八十元 牛奶費三顆六百三十元 紅蟳三隻也只要一千元 靠著自家漁船捕捞手的盤商抽成 回饋給消費者 業者拼行銷 讓民眾不用花大錢 也能過癮吃海鮮 記者黃周圓和人看台北市報道